老杨到处说 这个星期六 11月13号 星期六 北京时间12点到1点 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好了言归正传 还是谈习近平六中全会 这是外面的愚情 关注的焦点 中共已经进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 这次六中全会重点宣传 肯定习近平主政的成就 然后确定习近平思想的政治定位 那最新一期的这个文章 多维网一个文章 他说六中全会 以及第三棍的历史决议 被认定将定调 中共现任总书记 习近平的政治定位问题 同时对一年之后 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来说 这次六中全会 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他的召开 象征着中共政坛 加速进入二十大时间 二十大时间 二十大周期 也会频繁的出现 首先他认为 六中全会将通过 第三份的历史决议 来确定习近平的 中共党史中的政治定位 那么从来讲 这一份决议 虽然是侧重于 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如果没有意外 并然会涉及 现任领导人 习近平的中共的政治定位的问题 这里面开始 这个三封点火 造势了 官方媒体支持这种推撤 人民日报炒乐 陀阵很会玩 他们都讲了特别的炒乐 各种各样的战域支持 大家都听过了 近年来 中共中央每五年 一届期间的一次到七次的会议 都是严格的规矩 一中全会 通常是在全国党代会闭幕后 随即召开 二中全会在第二年的春季 全国两会前召开 三中全会在同年的秋季召开 四到七中全会 在随后每年秋季召开 它有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 历届的中共中央委员会 五年召开七次全会 形成惯例 程序规判 每年的全会 都承担相对固定的职责 这是一点 第二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象征了中共政坛人事布局 在加速 进入二十大的周期 或者二十大的时间 六中全会的主题 看起来跟人事布局不相关 但是在时间节点上 距离二十大还有将近一年 或者几乎是一年的六中全会 时间上 这刚好是各个省级的地方党代会 陆续开幕了初期 公开资料显示 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市 级别的地方 除了北京上海天津 重庆四个直辖市和广东新疆 这六个由政治局委员兼任的 党委书记的省级的地方 还有河北内蒙 零下青海四川这五个地方的党委书记 还没调整 那么其他都差不多陆续调整 新疆荷兰山西安徽的地方的党代会 结束 从现在到2022年的上半年 中共各省级地方大员还没有更换的 那会加速召开党代会更换 包括北京上海就会涉及到政治局 人质调整的六个省级的地方 谁上去 谁进入常委 谁退来 退下来 一目了难 这是多维网的说法 联合早报于泽远 当然有一个特稿 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中共百年奋斗的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是第三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他认为北京的有关人士的透露 重点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习近平担任了总书记以后的成就和经验 重点在后面 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地位 当然也有可能提到六四等敏感问题 北京这个人士说 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 不是为了解决党内有关历史或者思想路线的争议 中共党内目前也不存在迫切需要中央定夺的相关争议 主要是展示百年取得的成就 总结成功经验 告诉今后还能不能成功 怎么最绝成功 因此呢 按照我们理解 前两次的历史决议 分别确立和巩固毛泽东 邓小平的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这一次 也是 这一次呢 就是他的核心的地位和思想的已经确立 但是是要丰富概括 习近平思想的内容 为他长期指导中共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 长期指导中共 理论支撑就意味着二十大连累没有悬念 实质上就把习近平思想 作为中共思想史上跟毛泽东跟邓小平 笔尖的又一座高峰 三座高峰 江泽民啊 胡锦涛啊 那是属于思想和观念和观点 所以呢 要延续十九大的政治报告的叙事风格 说习近平的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发展 然后特别还强调一句 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你这个思想都有传承性 还有正统性正当性 所以这个思想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是全党还有十四亿中国人民 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是这么说了 大家都知道什么回事 那么对于文革等历史的教训 他说81年的决议已经做出结论 一计第三个决议不会有新的说法 尝试有新的说法 没想到社会的压力舆论很大 所以教科书那说法又改回来 说决议也会提到 1989年六四事件 但是不会过多的展开 估计是一笔带过 可能继续称其为 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大家都知道 这次的六中全会11号闭幕 一般而言呢 都是闭门会议 只有央视新华社少数官媒 在现场摄像和拍照 当然闭幕的当天 有会议的公报 通报所有的内容 按照党章规定 这一次的全会 要包括全体中央委员 全体中央候补委员 部分部门的负责人和特要代表 中共19届中央委员会 有370名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呢就 基本上 一个是会议会怎么样 第二个呢 进入了20大的周期 政治周期加速 紧接着 确定了党的思想 确定了历史地位 确定了领袖 至高无上的权威 以后 然后呢 就是人事的布局 有一年的时间 为20大 来做 预作准备 那么 陆陆续续 可能会有些新面孔进入 可能会有些老面孔 往前走 还有一些老面孔往后退 这个呢就是 很惯常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的一个架构 我们现在来看呢 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啊 海外的评论呢 我们的独报节目 有一个专题 也请大家关注 海外的国际媒体是怎么分析的 抓了这两点 一个原因是 多无一网 经常有一些提前量的信息 尤其是政治信息 第二个呢 于泽远在北京住的时间够长 这些东西 不能说是大外宣 但是基本上 他有自己的消息管道 有关方面乐意 通过联合早报 对外释放一些信息 我把这两个信息 结合在一起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因为老杨到处说 目前很多节目 都是资讯性的 当然也有观点性 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比如说 以下还有这三点 有个人的归纳 第一 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要进一步的确定 习近平的思想 要进一步获得认定 二十大台连任 不会有任何的悬念 我希望他怎么样 这个那个 外面一厢情愿的说法 这之一 第二 习近平思想体系呢 一定要有他的传承性 正统性 正当性 所以呢 不像外面所说 就完全撇除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江泽民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的观念 也是思想 这当然也是强调 一脉相承的必要性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但是邓小平理论之外的这几个思想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 习近平 习近平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都出以王富林一个人的手中 或者他的团队手中 对江泽民 对胡锦涛的思想观点理念 视而不见 或不给一定历史的地位的承论 实际上也说不过去 这是第二点 第三 二十大的政治周期 二十大的政治周期 进一步的提述 或者说已经开始 中国的整个政治的人事布局 进入了二十大时间 未来几个月 省部级的人事变动消息会陆续的出现 当然有关张高丽同志的事情 党内应该会有一个处理的看法 各种震慑性的打老虎抓苍蝇 还会持续 倒查二十年 倒查三十年 不亦乐乎 保持党内和社会上 保持一定程度的政治高气压 这个都是可以预见的一个趋向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